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324 我是阿V 我是Shako 我是Kane 今天我們要探訪的題目是 你最討厭的女生是甚麼 我知道 滅氣 這個是公式的答案 我覺得是很嬌的嬌的女生會打齊難陣 嬌的嬌有甚麼罪 沒有罪 但無論她是真嬌的 真嬌的嬌的 無論她是真還是教都不喜歡這類型 不知怎樣跟她們相處 欺負人的高度 然後又很瘦 未必關高度時 她的感覺是我是很典型的女生 我很需要被男生補 男生很賤人 男生我幫你麥 我幫你麥 我幫你麥 那些人會打 就算不太有意識去投放 令到兒子幫她 她這樣走出來的磁場 我已經覺得很怕 會不會是你以前 可能因為這種女生 所以被人飛了 第三者是這種 有嗎 是吧 雖然是 你想想 沒有 沒關係 被人飛了三次 所以 應該記得 好像這個就是因為叫姜 好醒 好善啊 好善啊 那我講 我最討厭的一種女生就是娘娘 嗯 其實我覺得娘娘也不算可恥 是 是做娘娘不認才是可恥 認是娘娘 對 又不知是否年齡的問題 真的很有bias 現在娘娘可能十多歲開始娘娘 她們會有很多兵仔的時候 她們會很瘦落 就算我是娘娘 so what 但當你去到二十幾十歲 你開始有面 就是人要顧面之外 她們會覺得我不是娘娘 現在心裡會說 我最討厭就是娘娘 但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娘娘 就是 我就是最討厭 對 很假的 我想其實是不認自己是娘娘 黑人心很多 是啊 我是覺得你是娘娘不要緊 你可以認你是娘娘 大家舒服 對不對 但是你是不認自己是娘娘 但你做盡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之刻認真 就是我寧願你認 我是一個娘娘 不過我沒有兵收不到 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 我是一個失敗的娘娘 很可憐 會承認 我寧願承認 我寧願承認 好過你是放在兵收 但是不承認 嗯 那你最討厭呢 我其實也挺多的 哈哈 你一致猜四五 我第一位一定是最虛偽的人 但虛偽跟你剛才說的一件事很相似 我講第二件事 其實我也挺不喜歡別人的八卦 嗯 即是八到 是不是 是八到一個 地步 是 嗯 即譬如未加你Facebook 但他會看看你的Facebook 有什麼可以看的就看 但他又不會承認自己的八卦 在一開始我們都會做這些事 真的嗎 那如果你想看你就加他 不是 我是不是很喜歡 即譬如 一些感情生活啊 又或者是一些很真是不關他事的事 他都問得很像啊 那些 都是跟你剛才那樣有一點像的 就是他八卦都算了 當你問回他的事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說 這些是更討厭的 即是 不做朋友 你雙向的 你想知道我告訴你沒問題 但是 我問你的時候你就下閘 是的 還有 譬如有時候 自己和你的另一半不開心的時候 他又會不斷問你 啊 你們怎樣啊 怎樣啊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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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知道這些事 你會這樣說的 當然會啦 當然會啦 再面一點都試過 我已經很給他了 然後說 關心啊 你不是關心你的八卦 對啦 對啦 所以我就是很… 他只不過是在滿意他 很想知道你這些事的一個意欲 那我真的很不喜歡 那如果避無可避 你真的一定要和這些女生相處 那你們會怎樣呢 很官腔式的交往 做事上不做事就這樣說話 或者不成為朋友 嗯 對啦 朋友就有選擇 那就不跟他做朋友 那如果是同事的話 那就純公事 說完公事就轉著面走的 如果是上司比較麻煩 上司啊 上司 上司 如果是上司不斷問你私隱 私隱 那怎麼辦呢 痴痴 就不回答 就不回答 就回答了一些回答後 不要回答的東西 就是IGK你有沒有拍拖 嗯 曾經有 不是 你可以去做政府官員 譬如有些已經是還沒問的 他好像已經代入了 幫你回答某些東西 那些學問 譬如 你肯定有很多兵 這些我已經有很多兵 然後就會離開 我甚至不會跟他解釋任何事情 然後我就不會想跟他說話 這個是硬直的問題 是你才有一個優勢 沒有人問到你 沒有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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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開藝啊 沒有人問 不開藝啊 沒有人問 這家公司暫時是沒有的 未來三年後沒有這麼計劃 你真的 早些三年才知道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女生 我真的很喜歡蜘蛛式禮有禮貌 很謙虛 謙虛是很重要的 我很謙虛 很虛偽地謙虛 她在說蜘蛛式禮貌 我忘記了我唱歌 蜘蛛式禮貌 很謙虛 很謙虛 而且是很大方的 譬如有時聽到有些人去綫落她 她認為是可以很松容地去面對那些人 我就會很喜歡那些女生 會不會覺得很官僑 像你剛才那樣 你會看得出她是官僑那一隻 還是真心寬恕人那一隻 如果是後者那些 我就會覺得 神啊 也請跟我們見到很多這些人 我真的很欣賞她的 我覺得是要那些很爽朗 一就一二就二的女生 或者是無論是 做事上面或者什麼 她很快的 我知道自己做什麼 很清楚自己做什麼 和你夾東西很快 我一二三講完 就這樣做 很清晰 我喜歡這些爽一點 也對 我也是比較喜歡爽一點 但當然 我EQ功 其實我也是比較欣賞 特別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女生 普遍EQ也不公開 沒錯 對 真的很不理性 所以會看到一個EQ的女生 會覺得 你真的很厲害 又很想學習 但不會學得到 我記得有些火來火去 爆來爆去的人 寧願不相處 我也是 我記得很虛假 跟她一起玩 我做不到 另外還有一種很討厭的 就是那些 叫死喉死不靚 那些 即是她不靚 但我要化喉 那人家有自信嗎 可能是 也是 但我會覺得 都是硬硬 喉的人 喉的女生通常都不接受 正常來說 還有我不喜歡人露那麼多肉 你在畫我嗎 我今次很喜歡露肉 她經常穿的 那些老腰衣 好像不太小 那我本身穿 就穿到幾年我穿的 老了 因為 看到有些 即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怎麼說呢 我想是一個套餐 因為 Choppo還是很小 給我們這樣 我覺得她是小 小朋友 吃飯肉 那些 我又不覺得她是走 很性感路線 即是有些肉蛋 會放對波子上桌子 那些 空也不錯 我想說 但iPad放不上桌子 以線路來 然後 我貼了iPad 然後 經常看到她拍照 都是高炒 然後夾緊 高炒 夾空 即是很主播的 網紅那些 不知道 網紅那些 都是喜歡露事業線 然後裙子 超短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很遠算長 有些是真的 看得到 好像沒什麼 即是看到有個屁股 一個share 差不多 現在很平衡到處 都看到那些女生 還年輕 對 遲些你就會冷 但我覺得 我們普遍女生 不喜歡某一種女生 通常都很威脅性 即是 利用自己女生的advantage 很威脅男生 或者 拿很多好處 而且 一不就 聲音很高音 不知為何女生 是不喜歡這些 我聲音很高音 你要沉 還叫高音 真的不是 你怎麼會嘴的聲音 我這樣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 聲音不重要 我尖 我覺得尖 好像有點沉 是嗎 我可以這樣說話 會不會好一點 我覺得 現在的男生 很少喜歡嘴的 你感覺嗎 很多都是喜歡一些比較中性 爽一點 對 會比較爽一點 都是年齡的問題 十幾歲那些可能喜歡嘴的 四十五十幾歲的樓上那些 喜歡嘴的 中間五十幾歲的 那五十幾歲就喜歡嘴的 你不見那些五十幾歲就喜歡嘴的 我要嘴的 五六十歲那些 喜歡一些妹妹嘴的 然後中間這一層 可能會喜歡爽一點 我覺得是 我們今天都說得七七八八了 不知道你最討厭的是哪一款的女生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她又做了什麼 令你覺得很欺負人真 我們下集三八四再見 拜拜